Odio Jungle Odio Jungle 近日,据美国防务新闻报道称,近期美国卫星拍摄到一组中国新型舰载机是非的画面,从画面上看该舰载机是十分类似中国的现役的歼20, 同时照片还显示该舰载机的机尾已经装备了舰载挂钩,如果该消息属实,那么中国歼20舰载板上舰,也是指日可待了。 众所周知,中国目前只有一款歼15舰载机,然而随着世界军备的加快,歼15都显得力不从心。 因此,中国迫切需要一款,能够代替歼15的重型航母舰载机,歼20总设计师杨伟在接受采访时说,如今歼20已经成功加入了中国空军战斗序列,下一步就是该对歼20进行升级了。 如今中国海军在舰载机上面是十分的稀缺,光靠现役的歼15,基本上很难打赢未来的战争的。 不过一旦未来歼20衍生出舰载机,那么所有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。 现在外界对于歼20上舰唯一的遗憾是歼20机体太大,如果要将歼20要作为舰载机上航母,那么就需要把高速一行,改为可变折别翼。 另外,歼20战机在波扇10B发动机的增压和压抑联合作用下,使得歼20拥有短距快速起飞的能力。 歼20在200米距离升空完全是可能存在的,不过在航母的甲板上还是存在因必质疑的问题。 在复杂海况下,快速降落在狭小的航母甲板上,首先就是考虑飞行员的综合素质,另外就是起着陆技术。 需要注意的是,舰载机,这舰速度可能偏快,因此使用重型舰载机,就就需要用更坚固的舰载挂钩。 如此一来,未来歼20可将作为强大的舰载机上舰了。 目前,随着中国电磁弹射技术也是越发的成熟,未来电磁弹射装置也将适配到航母上,同时再配合电弹版歼20。 未来中国航母战斗群将机身世界一流水平,同时中国海军战斗力将大幅度提升,届时中国可以轻松实现远洋作战, 突破美军在亚太地区的第二岛链封锁,也只是时间的问题。